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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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特别尊重并且喜爱 由泥土生成的陶瓷 去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做了一个各展 我的展览的题目就叫做《泥土是一切》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几张作品的照片 最近这几年呢 我更加集中注意力是在庆明的创作上 这些是我在北京展览时候的庆明 好 这些是青花 大家都知道景德镇是因为青花才名扬世界的 青花在景德镇从元代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当我画青花的时候 我更愿意用抽象的装饰 纹样 把它画在我的杯子上或者是其他的器皿上 好 这一组作品其实非常有趣 因为它的烧成方式 跟我们平常的烧成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组作品是我在日本创作的 我们是在日本的山上挖一个大坑 坑里面埋满倒谷 然后把已经树烧好的 经过一千度树烧好的作品 埋到稻谷里面 然后在上面铺满日本松 用大火大概要烧八个小时 等到第二天灰烬慢慢冷却的时候 我们再从里面把作品取出来 这个时候呢 作品的表面就会有很多 人工无法控制的色彩和机理 我是2011年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我的两件作品入选 金泽21世纪美术馆的世界三年展 当时我在日本我就发现 日本人尊重陶瓷的态度 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 跟我们这个陶瓷母国的人不一样 在日本陶瓷器皿已经充满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了 不管是在东京最豪华最大的饭店里 还是在京都附近 一个叫做信乐丁的小镇上 很简朴的小饭店里 都在使用着特别具备美感 并且是具备陶瓷家温度的陶瓷器皿 通常是进入店里 服务人员就会端来一个大盘 大盘里面会有形态各异 质感各异的各种杯子 是用来让客人喝清酒或者是喝茶的 每到那个时候我都会特别兴奋 总是试图要从里面挑选最美的那一个 日本名义学家吕宗岳先生说 粗糙的物品容易引起人们粗暴 对待生活的方式 我觉得这句话是对器皿精神最完美的一个解释 我们想一想 器皿是除了家人之外 与我们时间相处最久的物件 对不对 一日三餐我们都要用到器皿 包括要喝下午茶或者是要干什么的 一定都要用到器皿 那么器皿一定会给我们的性情带来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我相信在座很多各位的家里或者是爸爸妈妈的家里 都有在用类似这样子的碗盘 对不对 有的话举手给我看一下 一定比这个还更多是吗 我其实去年去 去年曾经拜访过一位我们中国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个当代艺术家 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崇拜他 当时我去他家 我看到他竟然是用这样的器皿 我当时很惊讶 我就对他说 我没有想到您用这样的器皿 这样的碗盘 我说我的心都凉了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然后他也说 这真的是很难看 我也知道 但是在国内买不到好看的器皿 我在我自己的家里 会用我自己做的器皿 也用日本朋友的 或者是从全世界淘来的 自从我用上好看的器皿 我就会觉得我特别喜欢做饭 特别喜欢洗碗 我还特别喜欢生活中的每一天 因为当我看到好看的器皿的时候 我的心灵就会特别愉悦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一日三餐 我们每一天有那么多时间去接触器皿 那么每一天心灵都会愉悦 对吗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爱洗碗呢 当水冲下来的时候 冲在器物的表面 它又会和正常状态下 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 又是另外一种好看 我会认为器皿的美 它应该不是指漂亮 漂亮从字面上来说是图有其表 那么器皿的美 它应该是经过生命挣扎之后 呈现出的美好的状态 你们想一想 一件陶瓷器皿 从泥土到层形到干燥 到湿釉到烧层 其间经历的坎坷 堪比人生 最近这些年呢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 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陶语家 所以我很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识的这些优秀陶语家的故事 小陆光南 他现在是悉尼大学的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他在年轻的时候 就从日本到了澳洲 他是日本现代陶语仙区 巴木伊夫的第一个学生 是我非常非常敬重的一个陶语家 在悉尼有一家特别特别著名的 日本的餐厅 里面用的全是小陆光南老师的器皿 我在小陆光南老师家吃晚餐 我当时特别惊讶 就是他的器物和食物的搭配 美轮美化 离开他家的时候 我对他说 特别感谢您如此美丽的晚餐 他就对我说 哦 这没什么 我们家平时就是这样吃饭 下次你来悉尼坐在我家 我天天做这样的饭菜给你吃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这样的美食和美气的搭配 已经成为他的生活的一个部分了 我想器皿它可以反映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 而且器皿也可以反映使用者的自身 正如海德格尔说 一个人吃有的东西 是他人格的不分层线 我还想再和大家分享 几位日本的年轻的陶语家 小岛修 这一位小岛修 他虽然长相很一般 甚至是有点难看 但是呢 他是特别特别有才气的一个陶语家 最近这些年 他获得国际上 很多国际陶语大赛的大奖 但是呢 所谓取高贺寡 他的生活其实很贫困 所以呢 他就不得不在面包店打工 但是他这个人又很奇怪 他不愿意去做那些 能够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 有一天我在日本 在他的家里 我看到他三岁的儿子 在用一个特别粗粒的柴药烧的盘子 在吃一块蛋糕 当时我就在想 美的教育其实是无声无息的 这样的小孩 他从小就知道 什么是美的器皿 十三则也 他是我认识很多年的朋友 他现在是日本年轻陶语家里面 举足轻重的 他的故事特别奇特 特别有趣 我去年曾经写过一篇他的文章 发表在国家旅游杂志上 他的父母是极端的基督徒 在十三则也 小的时候就告诉十三则也说 这个地球就要毁灭了 人类就要完蛋了 上帝就会来接我们去天堂了 所以不用努力 不用勤奋 也不用学习 然后十三则也呢 他就从小学到高中到中学 他每天都在用来玩 他从来不学习 他每天都觉得地球立刻就要毁灭了 然后上帝就要来接他们一家去天堂了 那么等他高中毕业 他自然考不上大学 对不对 所以他只好去做了一个 林木修剪匠人 那他 他其实是非常喜欢陶词器皿 他花很多钱去买陶词器皿 于一天他就问自己 也许我可以去试着来做 然后呢 他这一试下去不得了 他慢慢地经过了十年的功夫 他把自己试成了 日本实力派的陶语家 我相信在这十年里面 他一定有很多的艰辛 但他从来都没有说过 他最大的遗憾就是 他听信了他父母的那套言论 没有读书 没有读大学 所以呢 他到了现在 他有的时候去拜访父母的时候 他会用很挑衅的语气 问他的爸爸妈妈 地球什么时候毁灭呀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总是说 快了快了就快了 责心事 他是日本柴肴烧的代表人物 他今年大概已经有七十多岁了 我在日本认识他的时候 我经常看到他是在做很大型的作品 有的作品高达三米 但是有一天晚上 我在日本陶语之深的工作室 我看到他在做一个小杯子 他先是拉披 然后再手朔 一直在慢慢地调整那个杯子的造型 当时我就坐在他对面 一直在观察它 他就一直在非常耐心地在做那个杯子 在调整那个杯子的造型 我当时觉得特别感动 后来我就问他 我就说 我没有想到原来你还做小杯子 然后他就笑着对我说 杯子很重要 杯子是我们每天必须要使用的 我想这 这源自于对泥土的敬畏 日本人 为什么就是说 他们的陶语比我们中国人要做得好 我想仍然是一种敬畏的精神 一个时代的日用器皿 能见证这个时代文明发展的高度 中国陶词器皿 经过了宋代的优雅 元代的敦厚 明代的多彩 清代的精致 到了今天 却突然变得面貌麻木 这个现象 虽然看上去让人觉得 特别沮丧不安 但是我却觉得 这个时代是中国陶词史上 最好的一个时代 因为正是由于审美 和创作上的空白 才导致未来的空间 显得如此巨大 未知的领域 远比已知的宽广 谢谢大家 明天 请大家订阅 请订阅 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